光复香大富社区为典型的客家庄 而社区发展协会为了附赠推广客家传统美食 特别举办大富客家菜包饮食文化活动 而社区其劳不偿私 不仅手把手传授客家菜包拿手绝活 也重视早期在月台叫卖菜包的情景 让民众热烈回响 社区婆婆妈妈兼提着方形木箱 里头满满的客家菜包 随着货车停靠就扯开嗓门叫卖 似曾相似的场景让人一度以为 穿越到早期的农业社会感受农农人情味 这是大富社区铁路客家菜包饮食文化活动 有人要买菜包吗 有限量版的哦 要买菜包要去那个摊车 三轮车摊车买哦 光复香大富社区为典型的客家庄 为了附阵并推广在地客家传统美食 特别在富原车站内举办了传统客家菜包文化体验活动 社区其劳不偿私 手把手传授客家菜包的制作秘诀 并且也重现了早期在月台叫卖菜包的文化情景 乘客也热烈回响 大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建宏 大富村长徐阿易 携手合作 不仅重现客家菜包饮食文化 也凝聚社区共识 民众携手合作热情参与 重新找回了农业时代 客家聚落那一份独有的农厚人情味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导